新北市石定西街下午发生了土石滑落 一间土地公庙几乎被冲毁 还有两辆停在路边的轿车也遭到波及 幸好没有人受伤 但附近有一位居隔中的确诊者 因此受到了惊吓 在区公所协调之下 后送到集中检疫所继续隔离 绿油油的山坡上 中间却一片光秃秃 视线往下一带 原来是大量土石滑落 不只压垮了土地公庙 连停放的轿车也受到波及 造车屋顶凹陷正辆车扭曲变形 像是旅罐一样被夹在一块 另外一辆造车同样惨不忍睹 而罪魁祸首就是从山坡上滑落的土石 周边的住户有做人员的一个撤离 现场的土石可能还有坍塌的余力 我们可能在强风之后 现场会做适当的一个管制 新北市石定山区 14号受到了梅雨封面影响下起雨来 下午3点多 六层楼高的土石突然滑落 造成附近交通中断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现场除了实施馆之外 也调派了机具加紧抢通 但有机家照护确诊者 因此被吓到 紧急被移往其他住所继续隔离 造成车损的部分 我们会跟国道5号的高工局 我们来做一个现场一个健康 来历行责任 有确诊的住户 目前经过消防局的安排 我们已经后送到我们的集中警察所 来做一个安置 第一波梅雨封面来到 虽然北部的雨势还不及南部地区 但也传出了灾情 索性只有财损 没有人员受伤 记者成长胡伟伦张元杰 新北市报道 今年首播梅雨封面来袭 南台湾各地都降下了好大雨 其中屏东潮州有流水席婚宴 整场泡汤 在高雄则是有树木青岛 砸中了车辆 而台南北区的地下道 也传出积水 公务局获报之后 立刻派员前往排除 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 截至下午四点半 光是台南家里的累积雨量 就达到122.5毫米 宾客几乎声连连 因为这风雨来得又急又猛烈 婚礼现场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就连造型气球都被吹垮 阿娘喂 刚刚吃到一半 真的像爱情来得太快 像龙卷风一样 受到今年首播梅雨封面影响 14号下午屏东潮州 瞬间狂风暴雨 婚宴流水席美味佳肴 不仅泡汤 当喜宴业者也被淋得满身湿 黄风暴雨你知道 整个东西都沾到你 还没吃到 而不只屏东 隔壁县市高雄 也出现强劲风雨 强风迎来 民众行走在路上 每一步都很艰辛 雨傘股价扭曲变形 稍走前大雨更是倾斜而下 之前镇区有树木 倾倒不偏不倚 砸中停放在路边的三辆轿车 好在没人受困 而同时间台南北区的人行地下道 也因为与事关系 一度发生淹水情形 现场拉起封锁线 公务局紧急抢修好在不久后 积水消退 中央气象局针对南台湾地区 发布豪雨特报 14号光市台南加里区 累积雨量就高达122.5毫米 高雄以及屏东也都达到大雨等级 累积雨量分别为63毫米和37毫米 这两天还会陆续出现强降雨 就怕积水灾情 民众也做足准备 拿雨伞把它挡一下 怕那个雨水吞进来吞开 没雨季天气不稳定 强降雨更是说来就来 也提醒民众出门在外 不只要备好雨具 更要多加留意 记得终合报道 今年第一波美雨封面 为中南部地区带来 破百毫米的雨量 但对流云系通过快速 气象专家彭启明 也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第一波雨是告一段落 好险强对流包进来的不多 气象局预估 14号晚间到15号白天 降雨趋缓 会有短暂的降雨空档 但15号晚间到16号白天 水汽又会开始增多 到时候西半部 可能又会降下大雨 大块土石顺山坡 滚到路中受到梅雨蜂蜜影响 雨淡袭击中南部台中和平区 台八线33公里处 上午山坡土石崩塌 一度造成双向受阻 落实到中午才完全清除 不过信号这波雨势来得快去的也快 为止就是整个对流回坡移动的速度都蛮快的 所以通过的时候其实是有比较大的瞬间雨势 但是因为对流移动的速度很快 所以在同一个地方的累积雨量 目前为止是没有累积到豪雨的等级 14号日累积雨量截至下午4点 台南降雨量最多 家里区安南区都超过120毫米 台中和平区云林麦寮商也都突破110毫米 气象专家彭启明在脸书发文 说第一波雨势高于段落 好险烟囱云的定锚点位置距离台湾比较远 长队流包近来不多 气象局预估14号晚间到15号白天 降雨趋缓 不过仍有短暂雨发生几率 15号晚间到16号白天 水气又会开始增多 西半部可能有大雨发生 从今天到明天 北台湾转量的情形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预估明天的白天高温 在北部宜兰大约是只有21 22度 这个东北季风会影响我们到礼拜一 所以礼拜一这一天可以看到 北台湾的温度可能一整天都在20度以下 东北季风也接力报道让气温下降 不过梅雨封面带来的降雨还没完 得持续留意 记者上的报道 疫情严峻 不少学校改采线上教学 新北是一位妈妈手绘教材 不但图文并茂 而且就像是影印出来的一样 让不少家长看了大赞 总共六页的教材 一边是老师传来的上课教材 另一边则是妈妈自己手绘的教材 一页一页拿出来笔一笔 乍看之下就像是影印出来的一样 疫情严峻不少学校改采线上教学 吉米原本和妈妈住在新北 担心双北疫情举驾搬回彰化老家 日前老师传来上课教材 希望家长影印后给小朋友上课使用 这可让妈妈伤透脑筋 因为疫情期间 回来乡下这边 就是交通不是很方便 不方便去列印 于是妈妈灵机一栋 依照老师传来的教材图样 干脆自己来画 六页的教材赶在儿子上课前完成 不但图文并茂 而且就像是影印出来的一样 让不少家长看了大赞 简直是人肉影印机 真的是为母则强 为了孩子果然没有什么 可以难倒妈妈的 不过叶小姐也开玩笑说 希望孩子长大以后 会好好孝顺她 接下来有猫中号报道